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棒球热延烧职棒开幕 两天三场比赛涌入了四万人 原住民级的球员表现亮眼 民进党在上周提案突袭通过退回台电预算案 国民党今天想翻盘表示上周的决议程序有瑕疵 引发民进党团不满 莫拉克风灾后三年半 州族来及部落的永久屋还没有完工 莫拉克灾后重建会的执行长陈振川 抵达来及部落会刊 巴西为了举办市族赛跟奥运会 把原本住在运动场预定地的原住民族人赶走 3月22号上演更激烈的冲突 好在台湾两年一度的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要展开了 昨天晚间在新北市府前广场举办了圣火引燃仪式 震撼的圣火引燃仪式这是有个创新的变化 新北市长朱立伦带领14位原住民族小朋友 唱出各族加油族语后触摸原力球 代表14族群同心协力 共同机器引燃圣火 带领原住民迈向崭新的未来 预祝原住民族选手在竞赛中都能够创造夹击 24号晚上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前引燃圣火 除了搭设部落特色建筑 还有原住民活动体验区 让与会的民众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 整个会场相当热闹 竹炮声中揭开序幕 市长朱立伦将盛火传承给 新北市原住民族总头目陈双容 以及乌来区太阳族头目林英凤 再将盛火传递给大会代言人 珍逆诚及六位盛火手 象征原住民新火相传 传递本赛会原民原动力 新北新美丽的精神 102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 将在3月30号至4月1号展开 总共来自20个县市将近5000名选手 参与15种竞赛种类 不仅致力推展原住民族的活动 并持续保存原住民族传统文化 带动全国民众对原住民族文化的重视 记者综合报道 而在中华职棒方面 在过去两天的赛事当中看见数万名的球迷 重回球场看球了 在基层棒球界 棒球热则是始终没有停止 中日哨棒青山交流邀请赛 在今天展开 这已经举办第28年了 台东在地的哨棒队 跟日本来的哨棒队一较高下 日本保图谷哨棒队的球员 在场边认真地为场内队员加油 展现日本对棒球的热爱 棒球经典赛中的棒球热潮 到现在仍未平息 在经典赛中中华队输给日本 在这次的中日棒球交流中 仍然嗅到小球员想赢球的企图 尤也经过这一次经典赛 日本看到中华队的坚强韧性 让日本基层的棒球人士 提认到中华队的改变 上午的这场新星对日本保图谷队 战到第三局比数是日本已拿到三分 教练仍然有信心逆转胜 中华队对到日本队都逆转 目前三比零 应该待会就会逆转了 不过这场比赛 日本保图谷显然是技高一筹 最后以4比1胜欣欣少棒队 记者可贾非安 付露台东采访报道 好 在少棒赛的现场 很多人谈的还是经典赛 的确中华队在世界棒球经典赛 打出史上最好的成绩 前八强 这人气延续到了中华职棒大联盟 也在过去几年 饱受打假球阴霾笼罩的职棒界 又看到了曙光 过去两天的开幕战 原住民级的球员表现亮眼 2013中华职棒大联盟赛事 如火如土展开 24日一大犀牛与桃园队争战 二局下被桃园队打线 敲出了五支安打 加上一大犀牛队有发生守备失误 让桃园队在二局下半 攻得了7分 五局下桃园队打线再发挥 两人出局满蕾有人 林志胜南亚阿基 敲出了两分打点安打 扩大领先比数 林志胜南亚基在今年中职赛事中 搅出了四打数三安打的漂亮成绩 其中包括了两支二蕾安打 打击率更是高达了七成五 也因此获选为开幕战的单场MVP 目前效力于 达米狗桃园队的林志胜南亚基 守备位置游几手 曾在2009年中职20年明星赛全力打大赛 红石获得了全力打王与明星赛MVP 2010年成为中华职棒史上第十位的百红成员 2012年中职大联盟赛获得了全力打王 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奖 林志胜南亚基延续了经典赛的手感 急出亮眼表现 带领了桃园队以十比二赢得胜利 而另外在天母球场 兄弟相对上同一师赛事也热闹非凡 球场爆满挤进了一万人进场观赏 这也是曹总谢长赫担任兄弟相总教练后的手战 达线安排摆脱了相对模式 由阿美族的王胜伟打二棒 张志伟打五棒 强化攻击能力 相对也在一局上靠两人的安打攻下第一分 而同一师一局下也环颜色 两队攻势不断 达纸五局结束 战成二比二平手 将持到九局下 是对阿美族的林志祥 在两人出局雷上友人时 挥出了再见安打 助球队拿下首胜 林志祥是台东阿美族 目前效力于中职统一师队 守备位置二雷手 在二零一个人职棒生涯初登板 单场五打数 集出了三只安打 更打下惊人的五分打点 缔造本土初登板记录 二零一三年中职大联盟赛 生涯首支再见安打 替同一师以三比二一分显胜兄弟相 也为自己职棒生涯 在天漂亮成绩 接着我们转乌六整理报道 而第一届泰鲁阁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 即将在3月29号在花莲登场 第一届泰鲁阁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 即将在花莲线登场 这场国际赛事不仅是台湾第一次办理 也是台湾足球史上参加国最多的一次 为什么要叫泰鲁国杯 因为我请教非常多的前辈 包括一些卸任的现场 他是用泰鲁国比较国际化 因为你这个杯赛不是干一届 往下第二届 第三届 台湾派出国内最强的台中黎明国中 及花莲美轮国中出赛 其中已是国内比赛常胜军 拥有九成原住民球员的美轮国中足球队 积极练习 期望将冠军奖杯留在台湾 这次的实力的话大致上 我们的目标是在前四年 因为在大陆跟泰国的 还有日本队的加持下 可能要出现的几率会比较低 不过小孩子最近练球的情绪比较高涨 他们也为了这次比赛准备 从过年放假结束之后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家 所以大家是一条心说 要把这个杯赛的冠军 很开心 然后一定要把奖杯留在台湾 为了让泰鲁哥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顺利举行 花莲足球协会南北奔波募款 就是希望让在地的球员 能够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泰鲁哥杯国际青少年足球赛 即将在3月29日登场 分别在花莲农校与美轮国中举行 共由来自日本 香港 台湾 以及中国大陆 泰国等八支球队参赛 欢迎民众到场为球员们加油打气 记者感召花莲市采访报道 在国际级的比赛里面 有原住民族人展露头角 不过南美洲巴西政府 却为了举办2014年的氏足赛 还有2016年的奥运会 决定要将原本住在当地的原住民族人 驱离现场 最近几个月以来 零星规模不等的冲突四起 到了3月22号 警方动员镇报警察 抢示清场 示威者的最后防线也失守了 但原住民族人就是不能接受 政府竟然为了举办运动会 要把人民赶走 画面里右手边的车道上 大批警察骑着摩托车赶到 这里是里约热类炉 Morgana足球场工地 在工地旁边的废弃博物馆 示威得原住民族人继续守夜 尽管原住民族人在这里 自发性地打造了一座原住民族文化村 但政府为了迎接明年的四足赛 要将这里开放给私人财团经营 引起大批原住民族人以及其他支持者的不满 为了阻止这里落入私人财团手中 示威者已经占领这一间废弃博物馆 长达好几个月 3月22日清晨 警方针牌警力 然后展开清场行动 在发射一轮催泪弹之后 警员更利用胡椒碰雾攻击示威者 连在旁边的采访记者也受多波及 警员将示威者抓到警车里 准备送走 被拘捕的示威者 一路高喊口号 警方的举动又更进一步 激起示威者的不满 大批示威者不肯撤退 坚持与警方对视 一直都天亮 现场的示威群众当中 还有儿童和婴儿 在政府决定拆迁之前 原住民族人早就在这里 打造了一个保存原住民族文化的生活公社 有不少人全家大小早就进驻这里 警方和政府派出谈判代表 与示威者隔着围墙交涉 随后有部分示威者越过围墙 撤离现场 示威者上记者抱怨 指他们的代表律师 并没有善尽替示威者争取应有法律权益的责任 面对拒绝撤退的示威者 警方继续发射吹雷弹 抗议牌上写着 要毁灭一个族权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破坏他们的文化 在优势警力的支援下 警方在下午将最后一批示威者驱离 对示威者来说 这一块保存原住民族文化记忆的阵地 终于宣告失守 这 Copa do Mundo não é para o brasileiro não é o interesse da população que esse governador está defendendo é apenas o direito dos empresários nós queremos a aldeia maracana viva nós queremos cultura nós queremos... eu sou administradora de empresas sou mãe de família eu estou aqui lutando pela cultura do nosso país é a nossa cultura que foi jogada fora aquele museu lá é centro indígena não tem nada de olímpico o governo quer mostrar o poderio dele e contra a gente 据英国BBC報導 巴西政府只为了配合 国际足球总会的要求 所以必须拆回这一座博物馆 不过国际足球总会 已公开否认这项说法 记者抽得真便意 上个礼拜四 如果您还记得立法院里面 因为民进党立委突袭 做成退回台电预算 跟核四庭建的决议 国民党立委原本打算 在今天的会议上要翻盘 要提出复议 但是又担心有自己党籍的立委 可能会跑票 最后就以上周决议程序 有瑕疵为理由 想要推翻上周的决议 立刻引起民进党立委的不满 25号一大早 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有瑕疵 蓝绿草权一团 从来没有一个议案是 没有经过寻达 我们完全按照议事规则 除了首长被寻与否的争议 平进党也不满上次议事录的内容 原本做成了四点决议 但议事录却被议事人员改成 其他事项来取代 担心未来在大院无法宣读处理 要求再改回来 对于蓝绿各有坚持 经济委员会上午一时空转 连台下官员也受到波及 担任伦织主席的国民党立委 黄昭盛最后宣布 27号本周删在意 并交付协商 由立法院讲王津平主持 让核四停建和退回台电预算案的决议 还是继续宣在那里 据晓琳之间台北报道 除了核四的争议 年金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如果根据全市部刚刚出炉的 最新版的草案 民国105年新进的公务人员 如果您想要领取跟现在相同的年金 恐怕您每个月要多提拨2000块 公务员年金改革 105年起 新进公务员将多角少领 全市部最新公务人员退休服 需法修正草案中 将105年新进公务员 分为确定给付和确定提拨制 但因为所得替代率确定下修 因此新进人员恐怕每个月 得多提拨2000块 才能保证退休后 年金不缩水 根据草案 确定给付新公务 是将公务员基本缝 一直等乘上6%到12%的费率 再加上个人提拨40% 若要领取和限制年金规模一样 就得再多角确定提拨最高5% 为任务值等以上者 每个月将多角1400块以上 值等越高 缴得越多 新满退服制度草案一出炉 公务员协会早就跳脚 批评年金一刀砍 政府又不可能拨补 未来年金口怕会破产 40岁以下的限制年金人 他是领不到的 因为都被领光了 他只有交钱的份 那如果要让他继续存在 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再提高费率 第二个再下降给付 第三个政府拨补 然后政府告诉你说我没钱 那怎么样就是破产 那这样公平吗 公务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强调 公务员退辅制度越来越严苛 年轻人参加公务员退辅年金 根本没好处 也不会想当公务员 只会阻碍人才禁用 更带来年金改革的另一种冲击 这小林之间特别报道 今年儿童节跟清明节都是在4月4号同一天 内政部就第一次把儿童节放假日挪到4月5号礼拜五 所以包括公务员还有周休二日的劳工 今年的清明节都可以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不过劳委会却规定儿童节一定要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放假 这导致隔周休二日的劳工清明是没有廉价的 4月5号是要上班的 劳委会表示劳资双方其实是可以协商的 所以请劳工自己去跟自己的老板争取 不过一国两制引发民怨 去年儿童节木榨动物园四处都是一家人出游的景象 不过今年有部分劳工朋友想在儿童节带孩子出门玩 恐怕有难度 今年因为节气的关系 清明落在4月4号跟儿童节同一天 因此内政部把儿童节挪到5号放 形成了四天连假 不过劳基法实行细则规定 儿童节在清明节前一天要放假 因此有247万隔周休二日的劳工 星期五孩子放假 大人却要上班 高层的方便 因为也要扫墓嘛 对 也要鼓小孩 雇物人员请假很方便 这一点都很 我觉得很不公平 一国多治 劳工跟公务人员 难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待遇吗 放个假 一国多治 要上班的家长甚至要担心孩子谁要帮忙照顾 对此劳委会解释 劳资双方也可以透过协商 弹性调整休假制 那在作业排成上面 劳资双方也可以做协商来调整 调整以后也可以达成廉价的效果 劳工团体则批评公务员和劳工假期不一致 造成社会纷扰 劳酷双方也无所适从 应该紧速全面实施周休二日 劳委会则强调 未来演绎修法缩短工时的时候 也会一并检讨过定假日的问题 记者综合报导 一起意外发生在屏东里那里部落 发生了火灾 干燥的野草助长了火势 消防队员急忙拉起水线灭火 希望赶快将火势控制住 不要再往山下延烧 25号中午马家部落族人 在长荣百合国小前的农耕地整地时 因为点火烧砸炒而酿成火灾 由于风势大加上干旱助长 火势迅速延烧到耕地旁的野草 学校老师募集后 立即通报消防队员前来救火 把一些废弃的杂草 想要把它烧掉 那因为风向的关系 刚好就沿着这个风 就吹到这个山坡这边 所以引燃了这个大火 那消防看到这个情形 马上就通报消防队 马家消防分队在11点52分 接到火警报案出动十多名警一销 同时调派龙泉分队支援 马家消防分队表示 由于更定缺乏水源加上干旱 很容易造成火事延烧 根据消防法规定 提醒族人如果整地 未向辖区消防单位申请 将吃上3000到15000元不等的罚金 火事在一个小时后完全扑灭 索性没有财务损失与人员伤亡 消防分队呼吁民众近期天气少雨又干燥 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以免发生火灾意外 记者各社屏东马家采访报导 这场火灾是在莫拉克灾后 在屏东所搭盖的永久屋社区 另外如果镜头来到嘉义 在嘉义阿里山乡来几部落 邹族人期待的永久屋 灾后三年半都还没有完工 莫拉克灾后重建会执行长城正川 会同相关单位来到莱吉村 视察桥梁及152永久屋重建进度报告 莫拉克风灾过后三年多到现在 莱吉部落算是重点灾区 但至今部分桥梁还在施工 甚至有的区段还没有施工 每年迅其山区溪流都会再造成土石流 进度不断延后 经过各单位施工进度报告后 预计103年5月莱吉村所有桥梁就会完工 那我们一定在4月之后就会协调 厂商进宿来进场输作 那输作以后呢 那当然会配合这个永久屋的一个进度 跟他们协调 在一个适当时机让这个永久屋的工程 跟公共事务同步来进行 以缩短这个永久屋的完成的期限 除了桥梁需要赶工外 针对永久屋的兴建 陈振川表示 各方面都在持续努力中 最重要的是水土保持其工程品质要兼顾 同时阿里山乡长也坚持 所有建设都必须让设计师了解 务必呈现邹竹的原住民文化意象 所以我们请重建会要加紧做整个 施工界面的整合 那这个希望永久屋 厂商是提出说希望在明年二月 过年前能够完成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希望品质做好 然后把工作的界面整合好 让这个很重要的工程能够顺利的推动 对这样的一个工程 要符合一个州族的元素就比较坚持 所以今天我在会议里面再提出来 就是让我们的设计师跟我们的村的居民 对这个部分要重视 一定要把美好的州族这个印象 在这个三座桥里面能够产生出来 嘉一县政府表示 152永久屋所有程序已经陆续交建 营建署也已经核定六千七百多万 预计四月二号开标 顺利得标之后 立即在四月十号就可以开始 让厂商进场施作 尽快让152永久屋及公共设施建设同时进行 让居民早日有安定的家园 记者综合报导 很多人到火车站接送亲友 您或许也有类似的经验 就是您愿意花六块钱买月台票 毕竟送别亲人总是依依不舍 但是如果坐的是高铁的话 您只要换证件就可以进入月台区 而且完全不用收费 但是其实台铁也提供压证件 就可以免费进出月台的服务 但很多民众都不晓得 就遭到立委批评说台铁宣传不利 害民众多花了冤枉钱 许多人到火车站接送亲友 大半都习惯花六块钱买月台票 但是其实台铁各车站都提供 换证免费进出月台 很多民众都不知道 免费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用这个 如果说比较不方便 如果说是来不及的话 那还是买一样 两种可以用 短短的接口或是什么 就不用花那些 再花个两个六块钱 有人觉得能免费就免费 也有人认为时间赶的话 买票比较快 有立委质疑 台铁不主动告知民众可以换证 去年光是月台票收入 就多赚民众八百万元 要求台铁检讨 台铁上午出面澄清 换证和买票并行已经很多年 目的都是确认近战人员身份 也是方便民众 你可以换证 然后也可以买月台票 我们是两者并行的 因为毕竟有时候 一家人要送清油上车的话 有时候身上不会有带证件过来 台铁强调 月台票收入只占台铁营收万分之六 比例非常低 针对很多民众 不知道有这项措施 也会在宣导 而现在台铁许多路段 已经高价化或地下化 跨站需求降低 也将研议是否要保留月台票 不过还没有时间表 记者环如陈昌伟台北报导 怎么样开车最危险呢 如果根据澳洲一项研究 发现如果您的车上有幼童的话 驾驶人容易分心就容易出车祸 所有的车祸事故当中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驾驶分心 占了五成的比例 而根据澳洲一项最新的调查 最容易导致开车分心的因素 就是车上有幼童 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实际载着孩子上路 用行车记录器拍下车内的状况 看看每个礼拜例行25分钟 开车到大卖场的这段路 有多少潜在的危机 专家检视录影带马上抓到好几次 驾驶的眼神离开了路面 在妈妈回头的这两秒钟里 车子往前开了半个足球场的距离 这段期间任何意外的路况 都可能造成车祸 根据澳洲这份调查 如果家长们载着幼童 开车上路16分钟 视线离开道路 甚至回头的时间 平均达到三分二十二秒 也就是将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像是蒙着双眼开车 有些家长还会伸手调整DVD的小荧幕 让孩子看影片 或者是不断偷瞄照后镜 看孩子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危险的动作 所以家有幼童的父母 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专家表示 最基本的一点 就是订好车上的规矩 让孩子知道不能干扰开车 比方说玩具掉了 不能期待父母帮忙把它捡起来 必须等到车子停好 其次如果需要换DVD片子 或者调停孩子的争执吵闹也一样 一定要先把车子停好再说 另外最好在身边准备一包小点心 如果孩子饿了 很快可以拿给他们 不必再费神翻包包 记者是会中报道 好的确开车要小心 继续要带您关注的 则是12年国教 明年要上路 但真的可以减轻学生的压力吗 根据统计 全台补习班 已经反而扩增到了 一万八千多家 再创历史新高 这也引起很多家长跟学生的恐慌 12年国教明年就要上路 是否真能够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 有立委很质疑 指出今年一月份 全台的补习班 已经扩增到一万八千多家 再创新高 其中有八成还是升学的文理补习班 显现学生在课业上 依旧很有压力 除了文理以外 当然 外语也增加 我们要 记忆类也增加 我们要努力的让 让这个就是说我们 基本至少在我们的考试 跟我们相关的制度上 不要让他都去靠补习来做 来做处理 又是口号 补习班课程越来越多元 现在基北区的特色招生 将采取类披萨的提醒 也就是阅读与数学的基本素养评量 引起学生和家长恐慌 立委质疑 可能连老师都不知道 要怎么教学或出题 担心的家长 只好把学生送到补习班上披萨课程 出过一年的商机就高达30亿 如果它是好的制度 为什么普遍都受到质疑呢 而且质疑的是来自学生 家长跟老师 变成三叔嘛 没有一个支持这个政策 所以多沟通 多研席 早一点宣布那个 有用吗 我相信有用 教育部则回应 类披萨并没有违背课程基本纲要 因此尊重台北市教育局的政策 部长蒋伟宁则说 披萨的原因是针对学生基本能力做评量 教学校按照课纲教学 学生不用补习也会考 教育部则会持续加强沟通 要求基北区尽早公布明确的提醒 以解除学生和家长的疑虑 记参应累齐踏不到 而到了今年原住民级的立委 依然发现全国原住民级的大专生的就学率 远远的落后了全国平均 立委政天台的教育五号委员会 咨询教育部长蒋伟宁的时候 提到原住民族的国小跟国中的在学率 已经逐渐追上非原住民族的学生 唯独大专院校的原住民学生在学率 仍然落后非原住民及学生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教育部至今没有有效的对策 可以改善 这件台却要求教育部应该立刻研究问题的所在 大专学生的落差百分之三十几 国中小几乎是已经一致了 国中小几乎已经差不多没有差别 都99点多了嘛 因为原住民 可是高中值94.35还差五个百分点 那这个是应该要去努力去看待的 大专这边以最新的资料差36个 35个百分点 我想这个我也愿意说 我们根据这样子具体的在做 刚才您提到要做的检讨 我们也会把这部分可以有的作为 具体在这次检讨里面 我们把它放进去 部长 这个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族群正义 是 族群正义 我愿意 立委政策台也提到原住民组的平均余命 比非原住民还要低百分之十 问题就出在教育 蒋伟宁云若会立刻研究对症下药的方法 孔文集直询的时候 提问原住民及学生在十二年国教升学的时候 是否处于弱势 蒋伟宁部长表示 原住民学生比一般的学生还多一次机会 可以进入自己想要读的高中 在十二年国教里面 原住民学生的国中生 要参加免失入学来升上高中的时候 首先要跟所有的国中毕业生 做超额比序的评比 如果被刷掉 还有第二次机会 因为教育部规定 每所高中必须有开放 百分之二的原住民外加名额 这次就只跟原住民学生竞争 现在在特色招生这个环节上 如果说它是已经具有原住民语言的认证通过的话 它加的分数可以加到百分之三十五 可以 可以非常高 如果没有的话反而是加百分之十 所以说反而是说有通过语言认证的 加的额度其实增高的是比较高的 没有通过认证的比较低 那个是在特色招生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种鼓励 就是说让他们去在原住民语上 去做一些认证或做一些处理 不是只有补助他的一个报名费 是 而是针对偏远地区这些国中的学校 这个看怎么样 加强他的一个英语教学的环境 而十二年国教除了免试入学之外 还有高中时的特色招生 张伟宁表示原住民级的国中毕业生 如果还获得足以认证 可以让特色招生的考试成绩 加成百分之三十五 比照高中升大学的加分机制 给予原住民级学生的升学优待 另外立委政天才跟孔文吉都一致提议 教育部也将允诺眼里增强偏远乡区 国小跟国中的英语师资 缩短英语教育的城乡差距 记者格文雅立法院采访报导 卫生署的生育事故救济计划 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有13件 确定给予救济 稍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卫生署的生育事故救济金事办计划 首宗救济案件出炉了 一名住在北部三十多岁的高龄产妇 去年七月生产时 疑似因羊水栓塞而死亡 成为卫生署去年十月 实施生育事故救济事办计划以来 第一件救济案件 获得最高救济金两百万元 七八千甚至一万个里面 才会发生一个这种案例 但是他的死亡率却非常高 有的可以达到七成甚至八成左右 医师表示羊水栓塞没有征兆 也无法预防 通常发生在产妇分娩时 可能是胎儿的羊水 跑到妈妈的血液循环 流到肺部 使妈妈严重缺氧 甚至休克死亡 而这也是妇产科最常见的医疗纠纷 根据统计 目前已经有六十二件申请案件 其中有十三件确定给予救济 八件是产妇死伤 五件为新生儿死伤 总救济金额为一千五百三十万元 卫生署表示 这项计划是由医疗发展基金 提供每年三亿元经费 失败三年 纳入全台八百多家 接生医院及诊所 针对非因医疗人员 故意或过失行为 而造成产妇或新生儿死伤 给予家属救济金 以缓解医病关系 记者赖循旭启峰 台北市有一位陈先生 为了自己小孩的安全 在家里面阳台 装了隐形防护栏 但是却被大厦管理委员会 要求拆掉 而且还准备告上法院 陈先生的房子 位在这栋公寓大厦的七楼 从外观不仔细看 实在开不出趟的房子 和别的住户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因为在阳台 加了这一条条钢丝的隐形防护栏 被大楼管理委员会 依现行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规定 限定他必须回复原状 否则要告上法院 看到有鸟 他就很兴奋 看看他就开始跨这个台阶 开始就抓上来 对 那我们心里看到 一直觉得 我们在家里他都会这样 不在的时候怎么办 陈先生说 装上防护栏 就是为了防止六岁女儿发生坠楼意外 没想到被认为是变更使用 加装铁窗 对此 银建署表示 这是管委会过度解释的 也不会影响消防安全 也不突出这个外墙面的 这就目前来讲 就法律面来讲 它的设置并不抵触我们 公寓大家管理条例 跟建筑法的规定 根据禁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的统计 从民国95年到今年3月 共发生了93件儿童坠楼意外 立委王玉敏江启臣 因此提出修正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草案 希望让家有12岁以下的儿童住户 可以在自家窗户或阳台装置 不妨碍逃生的防罪设施 任何房价跟大楼的美观 绝对不可以凌驾在孩子的安全之上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八条修正草案 已经排入本周三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议程 立委立诉能够尽速三读通过 让家长有法员依据家长儿童居家安全 措施防止儿童坠楼意外再发生 记者王岐如林国黄台北报导 一个知名的社群网站 有网友成立社团 强调要带领朋友们 多多认识原住民族 而举办了一场活动 是要网友走出虚拟世界 走进真实的世界 前往南头县的平埔族 嘎哈部族的部落来学习 一群喜爱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亲人朋友 特别在社群网站上成立粉丝团 号召同样有兴趣的朋友 一起来加入 这是透过南头嘎哈部族亲人的联系 热衷原住民族文化的网友 第一次走出网路世界 来到普里镇的嘎哈部落参访 网友们对实际参访 部落文化感到很兴奋 其实当初我们设立这个社团的宗旨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位发起了 我们自己有意识到说 自己的协同是跟一般的存汉人是不太一样 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推广原住民的一些文化 让全台湾的深世世界的人去了解 说原住民的文化不只是只有唱歌跳舞 它其实还有更多的更深的文化的意涵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粉丝团 就是在关注台湾原住民的事情 再加上我们也很想要试试看 拜第一次的活动 透过纪录片 亲属的介绍嘎哈部族的历史演变 介绍嘎哈部族的分布跟传统故事 饮食文化等等 网友们也细心的请做笔记来记录 在静态的介绍之后 嘎哈部族人也带领大家到文化馆来参观 因为就是有在FB上有看到这样的讯息 然后就来这边 然后若是拼布住嘎哈部的传统文化 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 他能把我们自己嘎哈部的真正的文化 透过我们族人的说法 然后去把这个文化慢慢的推广出去 粉丝团首次纠团出来的文化之旅 第一站就来到埔里的嘎哈部族 由于这个网路粉丝团办活动 并没有经费来源 前来的网友都是自费 从台湾各地前来参加 他们希望借着网路无国界的力量 来呼朋引伴 未来他们会继续安排 其他走访部落的行程 用实际行动带领网友们 认识原著名的文化与风情 记者No 南投无理 看不懂 桃团县复兴乡 魁魁村的嘎哈部落 则是推展有机观光 开放游客担任一日农夫 沉沦叠催的环境 就位在桃团县复兴乡的嘎哈部落 群山环绕造就了这里的空气如此清新 吸引了不少都会去的民众 远离成宵走入山林 除了可以欣赏得到美丽的山林景致之外 这里的太阳美食 调到饕客的嘴 它里头有什么特色 这是我们部落厨房非常著名的一道菜 叫做马告鸡 然后咬下去之后呢 肉散发着马告淡淡的香味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不论是太阳马告山鸡 或者是创意南瓜泥料理 部落妈妈们的创意料理 吃在口里充满惊喜 不过这些美味的菜肴 所有的食材可都是取自于 嘎哈部落 来到部落供营的农场 便可窥知养生生的来由 这个苗 种下去 只要盖住了 只要把培养土这个盖住就好了 不用种很深 还不用种很深这样 种下去可是有学问的 必须要相距十公分 到访的游客乐当一日农夫 你看这是我种的 可是我下礼拜来的 客人也能吃到我种的菜 我也觉得我真的太伟大了 所以来这人体验我的 体验我的幸福 看到我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来部落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其实我们不只种在这个动作 其实像整地 耕地 包括作息 培养 培苗 我们都会加入到体验的活动里面 让游客当一日农夫 即可让游客体验农夫了 还能够让隔州到宝的客人 吃到之前游客所种植的蔬菜 并且借此行销在地的 有机认证的农员 三公顷的农地 五户人家共同经营 足以温饱农民的生计 五户人家的 那平均的话你们就是说每个礼拜 可以大概生产出多少斤 一千斤以上 一千斤以上 那现在就是说单价的话 一斤大概多少斤 二十七三十块左右 每个星期可卖出一千斤 扣除资财成本 平均每户每月也有两万元上下的收入 阿高表示 对于在部落生活的农民而言 算得上是不错的收入了 从默默无闻的偏远聚落 透过部落族人的共同经营 卡斯套部落族人 已经懂得善用自己的环境资源 为自己获得温饱一家人的创富机会 记者巴鲁巴萨 陶芋复兴采访报道 非洲的现代文学之父 阿气贝 在三月二十一号不幸过世了 但特别值得介绍这位作家 是因为阿气贝 他是第一批主张 原住民族应该采用殖民者的语言 例如英语来进行文学创作的非洲作家之一 他的主张一度引来两极的反应 有人指控他佩弃了自己的系统跟文化 但也有人认为他把非洲传统口述文学的特色 引进到了英文的创作当中 让英文成为不再是被殖民者文化精英 所垄断的工具 观众朋友您认为呢 无论如何带您认识这位非洲原住民旗的作家 这一本小说《支离破碎》 是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气贝的成名作 阿气贝于三月二十一日去世 享年八十二岁 画面中作在轮椅上的 就是阿气贝 《支离破碎》是在一九五八年出版 美国时代杂志曾经评选这一部作品为全球一百大最佳英语小说 在全球各地被翻译成五十多种不同语言 阿气贝以英语写成支离破碎 作者将自己的足以一波语的语言特色和叙事风格混入英语写作当中 他是第一批主张采用殖民者的语言来创作的非洲作家之一 有人认为他的主张形同背弃自己的民族文化 但同时有人认为他成功将非洲特色渗透进英语文学当中 打破殖民者文化精英垄断英语文学的局面 至于这一本 则是阿气贝的最后一作曾经有一个国家 是他在81岁高龄时发表的回忆录 内容题都大量有关奈及利亚独立后 一波族人对看接受前英国殖民者支持的北方政权的事迹 1930年阿气贝出生于赖吉利亚东南方的伊卜族地区 邦地主要以基督教徒人口为主 36岁的时候 并且曾经替短命的伊卜族政权 比亚法拉担任外交大使 阿气贝的作品对非洲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首都他的作品启发的还包括非洲第一位 洛贝尔文学长得主索英卡 记者出的真编译 台湾台东有一位排湾族人 学会制作排湾族理刀的技术 要让珍贵的制刀技术流传下去 年约67岁的迦玛尔 他是台东市熏园部落的排湾族 40年前认识了住在海端乡 出来部落的布农组妻子 于是全家定居在出来 由于小时候常跟着父亲上山狩猎以及学木雕 制作传统排湾族理刀是来自于父亲的传授 他说制作理刀是有特别的仪式 这一把刀现在交给你 你是一个你是他的主人 所以希望这个刀能够带给你好用 甚至以你们全家人的平安 迦玛尔表示当他制作传统理刀给顾客 都会有一套传统的仪式 要告知对方要善用理刀 交给定的人的时候要有一点点仪式 最主要我们要讲话 就是告诉他这个刀的用处 只能拿去做正当的事情 走进迦玛尔的工作室 大型的木舟房子是他创作的天地 屋里还挂着排排的山珠獠牙 评论除了创作也会上山狩猎 传统的弓箭制作 在原乡积极推动传统弓箭比赛之后 也成了他的生意来源 海端相公所珍惜这文化资产 正进一步规划文化和产业的结合发展 对这方面的艺术家 我们乡长已经终于上来以后 离人乡长都很重视了 怎么样结合文化跟产业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导向 将工具排排成列 是雕刻前必要的钳制作业 甘马·加玛尔认真的雕刻礼刀 他对礼刀以及任何作品的了解 来自于他对排湾族文化的认识 记者卡特菲亚 布鲁台东海端财报报道 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汉特曼西自治区 在这里人口大约140多万人 当地石油跟天然气运藏量很丰富 在俄罗斯所出产的石油当中 有超过一半就是来自这个自治区 不过在原油开采公司获利的同时 原住民族的土地遭受严重的破坏 布鲁里住着的是亨特曼西族人 这里是俄罗斯的亨特曼西斯基尔族自治区 巡路在雪地上拉着雪橇 雪橇像铺着鹿皮 好让驾驶者保暖 鹿巡高速奔跑 大漠人神圈一抛 鹿角就被套牢了 亨特曼西族是乌拉尔羽族的一支 千百年来亨特曼西族人都靠着牧羊鹿群 在恶劣的气候中生存 例如这些鹿皮大衣 就是亨特曼西族人的传统服装 随着现代科技进入西伯利亚 亨特曼西族人的生活方式也出现改变 摩托雪橇比传统由动物牵引的雪橇速度快得多 但坐在后面的乘客 却得忍受从地上被溅起的冰雪 现代科技增长了代步工具的效能 但是在雪地捕鱼 还是得靠传统做法 拿起长矛 利用人力一下一下地往冰面上戳 像小早放置在冰面下的笼子拉出来 就看都被困在里面的鱼儿 不过这么大的笼子里才装着两尾小鱼 实在叫人失望 原油开采规模的扩大 导致鱼货量减少 让当地牧民更担心的 这环境污染损害陆群健康的问题 众计代科技 confirmed 现在仍thy打不εί 去冰冷内 尘土地开 倒入石 相对话 因为这么多的预想 kot缋汁 rans dream 让瓶子有何 面对时代变迁 恨地族人的传统生计也饱受冲击 由于这地区的原油开采规模迅速扩大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让恨地族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记者秋的真变异 住在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一定觉得天气变很大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不同 而明天的天气呢 像海气象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是阿布斯 请说 是的 古拉水族人观众朋友 Mimmi 三 乌铃南 这天气变化实在是相当大 昨天在河欢山玉山就出现了三月雪 但是呢 在台东大午却出现了 焚风温度高达到36度 花莲一北出现了下雨 而北部也出现了人造雨 南部却出现了干旱 小小的一个台湾呢 出现这么多的天气形态 而且呢 受到这东北风的影响 外头是相当的凉 所以从昨天到今天早上呢 为了迎接我们全国原住民的运动会 在新北市依然还是持续呢 举办了我们的圣火点燃的活动 我们原住民族的朋友呢 还是持续呢 展现我们原民原动力的精神 但是最重要的呢 还是明天的天气是如何 首先呢 透过东亚的卫生云图 带大家一同来掌握一下 原本呢 影响我们台湾下雨的这个封面呢 云带呢 已经远离我们了 而且呢 即将要来报到的封面呢 明天来说呢 还不会接近我们 所以明天气各地方的云量呢 都是偏少的 最多呢 也就只有呢 整个花莲以北地区 还有新北市的山区 会下起这么一点点的雨 整个西半部还有南部可以说呢 还是不会下雨的天气状况 所以因为不会下雨的状况呢 所以温度上来讲呢 还是会明显的回升 所以我们从下一张图 可以明显的可以看到 因为明天哦 还是会吹比较温暖的东风 所以明天的温度 会比今天还要来的热一点 北部来讲呢 温度还会来到 最高温会来到25度 南部地区呢 甚至高温会来到28度山区 甚至紫外线强 所以户外的话呢 甚至要做好我们的防晒 跟防紫外线的工作 但是西半部还有南部地区 要特别留意的呢 就是日夜温差会比较大 所以阿卜斯呢 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透过阿卜斯的叮咛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 其实呢 虽然我们的天气呢 都会转好 明天温度都会回暖 但是中南部地区 温差会比较大 空旷地区 温差都会达到10度以上 那另外就是要留意的 山区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呢 早晚还是会比较凉一点 甚至会有点冷 防寒的工作 还是要比较注意 但由于呢 因为这个春季 天气变化比较大 这一周来讲 每天的天气都会不一样 甚至呢 到了礼拜四呢 会有一波封面 会报道 所以提醒大家 每天都要适时的 掌握好天气的状况 而就更详细的天气变化 再带您看到 详细的山海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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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封面带的雨量并不够多 所以还是要持续地提醒观众朋友要节约的用水 以上就是为你所整理的天气预报 就能把时间再度交还给古拉斯 好的 非常谢谢阿布斯在今天来到香海气象 感谢阿布斯 也感谢观众朋友您在今天的收看 如果您有相关的新闻题材要提供给原市 或是您对刚刚看到的新闻内容有任何的建议 都欢迎拨打原市的科普专线 我是阿美族的古拉斯 您今天晚上一夜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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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